这期继续分享上门 第五篇 张芳芳是米娜的后妈 两人关系一直不合 平时米娜经常捉弄她 现在让她失去一条腿 这是对她最好的惩罚 如果叶峰真给她治好了 对自己没半点好处 赵总 我田维民行医术十载 骨科的各种疑难病也都见过 像小姐的情况 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截肢 根本不可能保留下来 一个只看过几本书的黄毛小子 怎么可能把腿保留下来呢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们医者的智商 田维民说着 就狠狠瞪了叶峰一眼 她只要给米娜做完截肢手术 就能拿到八百万 突然冒出个成咬金 她心里能好受吗 赵天赐扫视众人 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叶峰看起来才二十几岁 又不是医学专科毕业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 她确实不像一位神医 刘思道见赵天赐有些犹豫 便凑过去说道 赵总 你一定要相信叶神医啊 她现在是我们医院的客座教授 昨天刚救活红玉集团总裁赵宏曼的儿子 那可是先天性心脏病啊 连心脏病都能治好 难道连一条腿都治不好吗 此时有一位医生咬住田维敏的耳朵 嘀咕了几句 田维敏眼中邪光一闪 便说道 赵总 据我所知 她根本不是什么神医 而是一个废物上门女婿 除了吃软饭 什么也不会 众人闻言 顿时一片哗然 天赐 你听到没有 这个废物上门女婿 就是一个骗子 她根本不懂医术 如果让她给米娜治病 万一有个闪失 我们如何面对米娜的生母啊 张芳芳说完 便假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赵天赐听了众人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截肢是最有效和稳妥的方法 如果让叶峰治疗 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她现在也是左右为难 我问你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毕业于哪家医学院 张芳芳瞪着叶峰 质问道 我没有上过医学院 也没有行医资格证 只是平时看了许多医书 学到了很多治病的方法 叶峰看着张芳芳 如实地回答道 没上过医学院 只看了几本破书 就出来给人治病 万一治死人 怎么办 谁来负责 这是男人命道戏吗 有一位医生脱口而出 是啊 我们寒窗苦读数年 经过层层考试 才有资格给人看病 她看了几本书 就给人治病 这太荒唐了 赵天赐见众人议论纷纷 心里复杂极了 她不能确定 叶峰能不能把米娜的腿治好 她也不敢冒这个险 废物上门女婿 赶紧回去 吃你的软饭吧 不要在这里招摇撞骗了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把你抓走 张芳芳冲到叶峰面前 双手插腰 气呼呼地吼道 叶峰扫视众人一眼 苦笑了一下说 赵夫人 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吧 既然 你们不相信我 那我走就是了 滚 马上滚出去 李莉莉附和道 住口 我的腿反正已经这样了 让她治一下又何妨 最坏的结果 难道比截肢还要严重吗 躺在床上的米娜 扫视了众人一眼 大声吼道 叶神医 请你给我治病吧 就算在治疗的过程中 不幸死掉了 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米娜流着泪水 看着叶峰 眼神里满是期盼 叶峰见米娜如此相信自己 心里十分感动 米娜 你太年轻了 怎么可以相信一个骗子呢 截肢虽然失去了一条腿 但是 可以保住你的性命 如果让骗子给你治病 万一把命丢了 我们将无脸 面对你的母亲 所以 我是不会同意 让这个骗子 给你治腿的 张芳芳 一副心疼的模样子 你这个骗子 还不走 滚 快点滚 张芳芳扭头瞪着叶峰 大声吼道 叶峰对上她的眸子 眼中泛起一抹力气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把张芳芳吓了一大跳 一个猎切 差点跌在地上 恰巧被李莉莉扶住了 你下面有五枚暗红色斑枕 并且已经形成了溃疡 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斑枕 同时还伴有下面的淋巴结肿大 这个病至今为止 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我说的对与不对 叶峰看着张芳芳 脱口而出 张芳芳闻言 吓得脸色惨白 愣在原地 身体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叶峰看她神色慌乱 便继续说道 你患的这种病叫梅毒 古代称为花柳病 主要以性传播 而你的病存在多年 已经很难治愈了 张芳芳愣在那里 脸色十分难看 原来 叶峰所说句句属实 她无力反驳 她强作镇定 瞪了叶峰一眼 大声吼道 放屁 你才得这种病呢 你全家都得这种病 众人文言 也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堂堂赵天赐的夫人 得了花柳病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一定会成为爆炸性新闻 胡说 我夫人怎么可能得那种病呢 我们已经 不 赵天赐把话说到一半 又咽了回去 叶峰扭头看了赵天赐一眼 凑到他面前 咬住他耳朵 小声说道 赵总 你是不是想说 你们已经三年没有同床了 是吧 赵天赐文言 一脸惊讶地瞪着叶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正如叶峰所说 他们确实三年 没有同床了 叶峰凑到他耳边 继续说道 三年来 你们不但没有同过床 你那方面也一直不举 去过很多医院检查过 也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赵总 我说得对吗 赵天赐瞪大眼睛 看着叶峰 轻轻点了点头 神了 真是神医 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赵总 其实 你的身体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你的原因 而是你妻子 在你的饮食里 放了一种激素药物 才让你变成这个样子的 还有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包养小白脸 而他的病也是小白脸传给他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些 你回到家里 可以仔细调查这件事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 你可以随时找我问罪 叶峰凑到赵天赐耳边 小声说道 赵天赐听完叶峰的话后 才想起张芳芳的一些古怪行为 比如 有时候很晚才回家 还有一些大的花销 根本说不出缘由 赵天赐也见过张芳芳后背上 有一些紫色斑枕 张芳芳告诉她 那是普通的皮肤病 所以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赵天赐瞪着张芳芳 很想当着众人的面 揭穿她的遮羞布 可是 如果是那样的话 自己脸上也无光 张芳芳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赶紧滚回家吧 到了家里 我再给你算账 赵天赐瞪着张芳芳 狠狠地说道 张芳芳恶狠狠地 瞪了叶峰一眼 按道 叶峰 你这个混蛋 让我当众出了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张芳芳扫视众人 见大家都在议论 没毒的事情 心里很不适滋味 只好脚底抹油 在众目之下 走出了手术室 刚才 叶峰和赵天赐的对话声音十分细小 众人并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 田维民见赵夫人离开了 知道叶峰说中了她的疾病 因为怕丢人才离开了医院 小子 不要在这里谣言货重了 快点滚吧 不要妨碍我们的手术 田医生 你这么急着给米娜小姐做手术 是为了尽快拿到赵家的报酬吧 刘思道已经告诉叶峰 赵天赐花了几百万 才把田维民请来的 L 放屁 我是诚心给赵小姐治病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田维民文言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叶峰确实说中了她的想法 让她很没面子 田医生 如果我推测没有错的话 你是一位同性恋患者 因为生活的不洁 已经患上的了艾滋病 叶峰盯着田维民 笑着说道 田维民文言 脸色突变 一脸的不可置信 叶峰所说句句属实 你 你放屁 来人 快点把她赶出手术室 田维民是一位受人敬仰的神医 怎么会让别人知道她的丑闻呢 此时 站在田维民身边的一位医生 脸色也很难看 她是田维民的徒弟 也是她的的秘密玩伴 田神医 现在你是不是感觉菊花一阵阵疼痛 那是因为昨天晚上 你和徒弟玩得太嗨导致的 叶峰拥有降魔童 能降妖除魔 看透生死 田维民身边的一些徒弟 都和她有一些秘密关系 因为她好这一口 如果徒弟不顺从 便会被逐出师门 你 你 田维民听着叶峰的话 气得快要吐血了 手指着叶峰 结结巴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 叶峰几句话 就揭开了她的伤疤 田神医 我劝你还是尽快去把自己的艾滋病治好 再给别人治病吧 叶峰看着田维民 淡淡一笑道 其实 田战民的艾滋病 已经有半年之久 有些徒弟根本不知道她患有这种病 就连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患有这种病 师父 你真的患有艾滋病吗 可把我害苦了 昨天晚上 我刚陪了你 你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 我恨你 站在田维民身边的那名徒弟 情绪十分激动 冲着他大声吼道 小林 你胡说什么 为师哪一代名医 怎么会患有那种病呢 千万不要听这个混蛋在这里胡言乱语 田维民立声说道 L 师父 你不要再装了 我前不久去医院做了检查 发现我患上了艾滋病 我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 是谁传给我的 原来是你这个老不死的传给我的 我要杀了你 田维民的另一名徒弟说完 便冲到了他面前 双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 可嗨嗨 小刘 快 松手 田维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 喘着粗气说道 赵天赐见叶峰 不但说出了自己夫妇的病 还说出了田维民的影集 足以证明他的医术极为高超 田维民和一名徒弟已经扭打在一起 手术室里已经变得狼狈不堪 赵天赐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这么糟糕 来人 马上把田维民等人赶出医院 赵天赐马上对门外的保镖发了号令 几名保镖马上冲进手术室 把田维民等人推出了手术室 赵总 不要相信那个浑小子的一派胡言 他就不了小姐的 请相信我 我没有得艾滋病 田维民被几两名镖拖拽着朝外走去 心里仍然不甘心 站在一旁的李莉莉看到突然的变故 被吓傻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叶峰身上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叶峰的医术这么高超 不但看出了张芳芳患有眉毒 田维民是一名同性恋患者 难道他真是一位神医 就在疑惑不解之时 叶峰的目光落在了他脸上 你患有先天性子宫发育畸形 没有月经 终生不能怀孕 李莉莉闻言 心中一惊 耳边像响起了炸雷一样 一脸惊讶地看着叶峰 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叶峰一句话说中了他最隐秘的地方 当别的女孩来了月室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很奇怪 后来去了多家医院 经过检查 发现患有先天性子宫发育畸形 现有的医学无法治愈 你 你 李莉莉呆呆地看着叶峰 这种难以启齿的事 他不知该从何讲起 米娜作为他的好闺蜜 自然知道他的影集 米娜对叶峰也产生了好奇心 他才二十几岁 只凭眼力就能看出后妈 田未民 莉莉的影集 如果没有真本事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你 是不是去过很多家医院 医生告诉你 这种病是先天性疾病 无法治愈 叶峰见李莉莉脸色十分难看 继续说 其实 你这种病只要找到好的方法 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李莉莉先前一直怀疑叶峰的医术 可是 她只是观看面相 就说出了自己身上的影集 可见她的医术还是很高明的 就算是那些教授 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既然你能看出我的病 难道你能把我的病治好 李莉莉去过很多地方 找了很多名医 他们都说一点希望也没有 她也很渴望做一个正常的女人 治你这个病 别人可能治不了 但是 对于我来说 是轻而易举的事 叶峰注视着李莉莉 很坚定地说道 李莉莉抛掉先前的高傲 突然冲过去 紧紧握住叶峰的手 一脸期待地说 叶神医 请你给我治疗 李小姐 我能治好你的病 但是 不代表我会给你治 叶峰冷冷地说完 便正开了她的御手 叶峰这样做 就是想给她一些教训 让她学会 怎么去尊重别人 李莉莉文言 修得满脸通红 是啊 自己那样诋毁人家 她怎么可能会给自己治病呢 李莉莉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如果自己没有得罪叶峰 她或许会给自己治疗 一切的后果 都是自己造成的 现在要想让叶峰给自己治病 必须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叶峰的谅解 李莉莉缓缓来到赵天赐面前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她面前 赵叔 我骗了你 其实 昨天米娜伤重时 是叶神医把她救活的 我出于私心 想表现自己 所以才说是我救的她 请你原谅我的过错 赵天赐对李莉莉很了解 其实 她已经猜是这样的结果了 莉莉 你勇于承认错误 是一个好孩子 快起来吧 赵天说着 就伸出双手 把面前的莉莉扶了起来 莉莉见赵天赐 轻易就原谅了自己 心里十分感激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赵叔 都是我的错 昨天我亲眼见到 是叶先生把米娜治好的 她是真正的神医 我不应该隐瞒你这些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李莉莉向赵天赐忏悔着 赵天赐知道 她和米娜感情深厚 也没再追究这件事 莉莉 你放心 等叶神医把米娜治好后 我再请她给你治病 叶神医是好人 我相信 她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李莉莉看了赵天赐一眼 流着泪水 微微点了点头 你如果想让我给你治病也不难 只要你想办法让我感动了 我或许会给你治疗 叶峰看了李莉莉一眼 冷声说道 站在一边的刘思道 和几位医生 见叶峰还没有出手 就展示了自己高超的医术 都十分佩服高 实在是太高了 不愧是神医啊 有一位医生竖起大拇指 大声夸赞着 我已经参加工作五年了 第一次见到像叶神医这样的 只从病人的外表 就能看出她得了什么病 我们都应该向叶神医好好学习啊 另一位医生笑着说道 刘思道心里也很欣慰 因为她发现自己的眼光看人很准 叶峰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叶神医 田维米已经被赶走了 请你尽快为米娜治疗吧 刘思道凑到叶峰面前 恭敬地说道 叶神医 先前我妻子对你不敬 我带她向你赔礼了 请你尽快为小女治疗 赵天次凑到叶峰面前 恭恭敬敬地说道 叶峰点了点头 便站在了手术台前 在聚光灯下 仔细检查了米娜的那条腿 打开小魔童 深入地观察了腿内部的结构 大脑迅速旋转 找到一百多个按摩手法 因为这条腿已经骨头断裂 肌肉破损 肌也断了好几根 皮肤的颜色也变成了青紫色 散发着一股怪味 几乎已经完全烂掉 按正常的医学来讲 是不可能治愈的 接下来 叶峰的治疗可能会很复杂 他便让赵天次和李莉莉离开了手术室 让刘思道和几名医生留下来 做自己的助手 叶峰先让米娜平躺好 把头扭到一边 自已先点了他腿上几处穴位 避免他感受到疼痛 接下来 他就先用按摩术 在大腿上进行按摩 把断掉的骨头复位 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极其痛苦的 因为腿骨已经变成了碎屑 要想把骨头再组合整理起来复位 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围观的那些医生 看得胆战心惊 而米娜只感觉到麻麻的感觉 叶峰的双手 在青子的大腿上来回按摩 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 才把腿上的全部骨头复位 下一步 他用按摩术 把断掉的几根大筋 也对接了起来 把这些做完后 便用降摩筒 检查了腿的结构 骨头 肌肉 筋都已经到位 又让医生打了石膏 开了一些生机的中药就搞定了 医生为米娜打好石膏后 叶峰看了米娜一眼说 赵小姐 已经治完了 你的腿已经保住了 你按我开的方子 吃七天药 这条腿就能恢复如初 而且不会有一点伤疤 整个治疗过程 米娜只感觉到麻麻的感觉 没感受到半点痛苦 当她听到叶峰的话后 发现那条腿已经被包得严严实实 试着微微活动了一下 只是有轻微的疼痛感 叶神医 太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出手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 米娜一脸感激地看着叶峰 说道 赵小姐 不用客气 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 治好你的腿 也是我们有缘分 叶峰看着床上的米娜 淡淡一笑 昨天 你救了我的命 今天又治好我的腿 我这一辈子 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 从今往后 只要是用得着我照米娜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绝不会说半个不自米娜 也是个知道感恩的人 如果没有叶峰 她的腿就不会保留下来 好好养病 不要想那么多了 叶峰好言安慰道 随后 米娜就被转到了重症监护病房 有最好的户土护理 李莉莉见米娜保住了那条腿 也很高兴 赵天赐把叶峰和刘思道 叫到一个角落里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叶峰面前 叶神医 太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及时出手 米娜那条腿就保不住了 那个田维民 就是一个庸医 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 叶峰连忙伸手 把赵天赐扶起来 赵总 你太客气了 医者父母心 只要我能治好的病 就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赵天赐听了叶峰的话 心里十分感动 不论是叶峰的为人 还是医术 都让他十分敬佩 赵天赐拿出一张黑金卡 递到叶峰手里 叶兄弟 这是我江都银行发行的黑金卡 里面有一个亿的资产 现在送给你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江都银行是天龙集团的旗下产业 这是一家私人银行 也是江都市最大的银行 叶峰看着黑色的银行卡 不由一愣 赵总 你这份力太大了 我真的不能收 叶神医啊 这张卡你一定要收下呀 对于你来说 一个亿可能是一笔天大的巨款 但是 对于我赵天赐来说 他只是一串数字 你就不要推辞了 赵天赐说着 就把银行卡硬生生地塞进了叶峰手里 站在一边的刘思道 看到赵天赐 随手就是一个亿 一脸的不可置信 如果这钱给自己就好了 叶峰见他如此客气 实在推脱不了 既然赵总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赵天赐笑着轻轻拍了拍叶峰的手臂 对了 这张黑金卡除了有一亿的资产外 还有无上的权利 用它可以调动天雄集团所有的资源 叶峰低头看了一眼卡 心里十分激动 没想到赵天赐如此厚待自已 只要有用得找我叶峰的地方 赵总尽管吩咐 叶峰说道 赵天赐把卡给了叶峰后 又转身看了刘思道一眼 觉得他也帮了不少忙 如果不是他 自已不可能认识像叶峰这样的神医 赵天赐拿出一张卡送到刘思道手里 刘院长 你也帮了许多忙 这里有一百万 是我一点小意思 请你收下 刘思道并没有推脱 而是激动地拿到手里 赵总 太谢谢你了 赵天赐一直被引急困扰着 叶峰能说出病因就一定能治好 等刘思道离开病房后 赵天赐对叶峰说道 叶神医 今晚我在流云大酒店订了豪华包间 想请你吃饭来表达我的谢意 叶神医千万不要推辞啊 叶峰看了赵天赐一眼 见他如此恭敬 也不好推脱 只好笑着说道赵总如此盛情 我一定会准时赴约 叶峰和赵天赐闲聊了几句 便告辞 走出病房 转身朝电梯口走去时 突然看到李莉莉站在面前 叶峰走到李莉莉面前 停下脚步 正正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要离开 李莉莉含着泪花看着叶峰 见他要离开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他面前 双手搂住他的腿 叶神医 都是我的错 我知错了 我也想做一个正常的女人 请你为我治病吧 叶峰不给他治病 只是想杀杀他骄横的脾气 环顾四周 拿开他的双手 你先起来 不要这样 我已经说过 你如果想让我给你治病 你可以用实际行动感动我 而不是用这种方法 大家都看着呢 影响不好 快起来 此时 李莉莉跪在叶峰面前之举 引来无数人侧目 影集是李莉莉一生的痛 从青春期开始 已经有七八年的光景了 他忍受了太多的冷嘲热讽 你要是不给我治 我就常跪不起 李莉莉再次双手搂住叶峰的双腿 恳求道 叶峰见他不听话 便说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叶峰把他推到一边 头也不回地就朝电梯口走了过去 李莉莉瘫软在地上 流着泪水 看着绝情离去的叶峰 心里百感焦急 他22年来所有的骄傲 在这一刻都化为了乌有 第一次尝到了生活的不意 叶峰离开医院 并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妹妹住处 中午带妹妹去附近餐厅吃饭 中午 张翠芬和李天明 坐在餐桌前吃饭时 接到了张翠玉的电话 得知宋新强因为李诗诗已经结婚 不想和他交往了 把张翠芬气的筷子都扔在了桌子上 怎么会这样 宋新强这孩子 昨天还说得好好的 今天会送我们LV包 怎么只过一夜 他就变卦了 张翠芬歪着身子坐在椅子上 一脸生气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叶峰 如果叶峰和诗诗离婚了 新强可能会和诗诗交往 李天明吃了一口红烧肉 附和道 叶峰 这个混蛋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诗诗尽快和他离婚 一提起他 我心里就来气 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竟然敢出手打我 真是无法无天 张翠芬气呼呼地说道 叶峰这孩子 虽然窝囊了一点 可是 他对我们 其实还算不错的 昨天就送了我们 每人一个包 要不这件事就算了 让他先和诗诗凑活着过吧 昨天李天明收了叶峰的包 和几位要好的朋友炫耀了一番 别人都夸他找了一个好女婿 什么 你怎么突然给他说话了 张翠芬瞪了李天明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不等李天明说话 张翠芬继续说道 一个破包 就把你收买了 那么贵的包肯定是他偷诗诗的钱买的 他自己有什么本事 能买到那么贵的包 李天明没本事 是个怕老婆的主 见张翠芬正在气头上 就没有再和他理论 晚上八点 夜幕降临 刘云大酒店门口 灯火辉煌 停了数十辆豪车 身穿名贵衣服的客人 不时地走进酒店 李诗诗把上海大众挺好 招呼副驾驶上的罗飞飞下了汽车 他们来参加同学聚会 李诗诗今晚打扮得十分性感 身上紧紧裹着黑色的短裙 两条修长笔直的大腿 暴露在空气中 高挑的身材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性感美丽的气质 手里拿着叶峰给他买的LV包 身份就更加的高贵 罗飞飞看着手拿LV包的诗诗 羡慕地说 诗诗 你这个包好漂亮啊 是从哪个地摊买来的高房品 诗诗看了他一眼 淡淡一笑 飞飞 这可不是房品 是真正的LV包 价值在二十万左右 是叶峰送给我的 罗飞飞闻言 不由皱起了眉头 盯着包仔细欣赏了一番 诗诗 不可能吧 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会送给你真包 我在网上见过一款 价格在二十万左右 他从哪里弄这么多钱买包啊 罗飞飞仔细观察后 发现这包确实是真的 让他十分的惊讶和羡慕 我也不知他从哪里弄的 反正是他送的 而且还是真的 李诗诗优雅地摆动了几下包 举手投足间 透露着一股高贵的气质 诗诗的同学已经在六楼订了一个偌大的包间 空间很大 摆了三张桌子 旁边摆了一个长桌 上面放着各种美食和美酒 已经有很多同学 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 品着美酒 谈天说地 各个都是珠光宝气 同学聚会就是装牛大会 各自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 最昂贵的首饰带了出来 来打扮自己的身份 混得好的同学想天天聚会 混得差的同学很怕同学聚会 诗诗算是中等 参加过几次聚会 罗飞飞和李诗诗轻扭先腰 款款走进大厅 看到大多数同学已经到场 找到两个空位先坐下 有两名同学勾着肩走过来 李诗诗 你真不愧是我们66班的班花呀 还是那么漂亮 一位打扮妖艳的女子 姿色平平无奇 染着一头橘红色的女同学 轻轻拍了拍诗诗肩膀一下 说道 李诗诗扭头 笑着说道 陈小玉 你比之前漂亮多了 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说过 你就是太懒 不愿意打扮 你看看打扮一下 多漂亮啊 就跟个仙女一样 小玉 你这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啊 罗飞飞站起身了 看了小玉一眼 调侃地说道 罗飞飞 你还是那个乌鸦嘴 不说话 能死啊 小玉说完 几人 便笑了起来 小玉旁边那位女孩 也是一位美女 身材高挑 姿色娇好 脸上流露着一股冰冷的气质小美 你这个林妹妹 还是那么漂亮啊 李诗诗扭头看了小美一眼 笑着说道 诗诗姐 我哪里能和你比呀 小美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诗诗 我听说你开了一家服装厂 有一百多名员工 每年有一百万的收入 小玉看着李诗诗 笑着说道 小玉 让你见笑了 别听他们乱说 我只是开了一个小服装厂 只是挣个高工资 刚够我们一家人吃喝 李诗诗谦虚地说道 诗诗 你把那个叶峰修了没有 小玉眼珠一转 调侃道 叶峰和我感情很好 我修他做什么 诗诗知道 小玉在挖苦自已 便反击道 诗诗 你们家叶峰早就 成了江都市名人的 我劝你还是快点把他修了吧 留着那样的废物 难道要过年吗 小玉阴阳怪气地说道 诗诗啊 现在是物欲横流的年代 找男人 就得找有钱有身份的人 叶峰一没本事 二没有背景 连个好工作都没有 你说 留着这样的男人做什么 难道要让人笑话吗 小玉此话一出 几人便无嘴笑了起来 是啊 诗诗姐 你那么漂亮 有这么好的资本 要好好利用才是啊 你看小玉虽然不如你漂亮 但是 她现在找了一个干爹 每月给她五十万的零花钱 开豪车 住大别墅 各种名牌包包衣服 应有尽有 小美介绍道 小美是小玉的跟班 听着她夸赞自己的话 心里舒服极了 伸出玉手 玩弄手指上五个钻石戒指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手提的包包价值一百万 湿湿的包在她面前 是小巫见大巫 认个干爹 有这么好吗 你的干爹 是不是可以当你爷爷了 他每次要的时候 代替吗 他懂怜香西域吗 他有一身强壮的肌肉吗 有英俊的小脸吗 罗飞飞 见小玉针对湿湿 便开口反击 一席话说的 小玉脸色越来越难看 是不是有人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啊 诗诗见小玉的脸色不对 便打圆场 大家现在都事业有成 难得聚在一起说说话 别提不愉快的事了 来 先坐下来 一起喝一杯吧 小玉瞪了飞飞一眼 冷哼一声 和小美便要坐下来 此时 一阵旋风吹过 数名同学马上让开一条通道 有一位嚣张的富二代怀里 搂着一位身材高挑的性感女郎 身后跟着亲民小跟班 耀武扬威地走了过来 一路过来 吓得旁人纷纷躲避开来 来人名叫秦奥天 是一名富二代 在大学期间就不务正业 整天以泡妞为业 打架斗殴为荣 身边围着一大群狐朋狗友 秦奥天嚣张跋扈 权杖父亲秦怀和的背景 闯下了祸事 父亲会通过自己的关系 给他擦干净屁股 秦怀和是江都市江都银行的行长 秦奥天大学毕业后 父亲让给他开了一家网贷公司 背靠江都市银行 做得还算顺风顺水 人家虽然恶名昭彰 但是 人家有一个好父亲 在江都市 还是有一些分量的 有一名小跟班 看到小玉和小美挡住了去路 一把将二人扯到一边 吼道 你瞎吗 没看到秦少过来了吗 小玉和小美一个猎且 差点跌倒在地上 看了那名跟班一眼 知道秦奥天的背景深厚 是个惹不起的主 只好忍气吞声 小玉心中暗道 苟杖人士的东西 秦奥天搂着美妹一边走 一边挥手给大家打招呼 大手时不时地 在美妹纤细的腰枝上捏两把 看得那些同学羡慕不已 当他来到一张桌前 见有四名同学正坐在那里聊天 他就像拎小鸡一样 将一名同学扯到一边 自己坐了下来 骂道 不长眼的东西 不知道我秦奥天来了吗 那名同学只好从地上爬起来 不敢有半点不静 他们都知道 秦奥天是个有仇必报的主 设于他的身份背景 无人敢惹 小跟班三下五除二 便把其他几名同学 硬扯到一边 有两名小跟班拿着扇子 拼命地给他扇风 如此行径 和畜生禽兽有何不同 有一名实在看不下去的同学 小声嘀咕道 秦奥天的耳朵很灵 微微一动 竟然听到了 转身手指着那名同学说道 你敢骂我 此话一出 身边几个小跟班已经如恶狼般冲了过去 将对方抱揍了一顿 对方被打得鼻青脸肿 却没有半点脾气 同学们都知道 秦奥天就这副德性 只能避而远之 坐在不远的李诗诗 看着秦奥天的嚣张跋扈 心里十分气愤 很想冲过去 骂他几句 这还是人吗 都是同学 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飞飞 你说秦奥天现在是远红网代的CEO 李诗诗压低声音 对罗飞飞说道 罗飞飞和秦奥天 曾经是同桌 和他也聚过几次 对他十分了解 这次诗诗来参加同学聚会 一来是和同学们聚一下 二来 希望能从秦奥天那里 带一千万 诗诗 没错 秦奥天一直就是这副德性 我和他曾经是同桌 对他太了解了 虽然人不怎么样 可是 他家里有钱啊 他爸爸是江都银行行长 他是红运网代的CEO 资产在数十亿 想从他那里借点钱 还是很容易 我和他毕竟是同桌嘛 怎么也会给一些面子的 罗飞飞对诗诗 很自然地说道 李诗诗和秦奥天不熟 不知该如何接近他 完全是罗飞飞鼓动 他向秦奥天借钱的 飞飞 你和他是同桌 那就有劳你帮我说几句好话吧 等事成之后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李诗诗拉着飞飞的手 笑着说道 诗诗 我昨天晚上 已经给秦奥天打电话 说明了你的情况 他说是小事一桩 你在这里先休息片刻 我过去给他谈一下 飞飞说着就起了身子 飞飞 有劳你了 诗诗也站了起来 拉着飞飞的手 眼里满是期待 李诗诗去银行借过款 但是 最多只能贷三四百万 要想做大做强 如果没有一千万 根本不可能达成 飞飞站起身子 端起一杯红酒 扭动仙腰 朝秦奥天走去 秦少 别这样 这么多同学都看着呢 影响不好 秦奥天愈直 挡住他的嘴巴 娇笑着说道 秦奥天想在美妹脸上 香一口 却被美妹挡住了 这个美妹 是明刚出道的嫩魔 秦奥天随便一出手 就把他搞定了 怕什么吗 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 有本事 自己也去找个女人 秦奥天拨开玉手 在美妹俏脸上亲了一口 毫不避讳地说道 美妹娇躯微颤 俏脸一红 秦少 你太坏了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秦奥天双手抱着美妹 再次亲她的脸颊 此时 飞飞款款而来 看到秦奥天如此 羞得小脸一红 秦少 你好雅兴啊 秦奥天文言 扭头看了飞飞一眼 脸色有些不悦 是飞飞啊 快坐吧 秦奥天虽然傲慢 但是 这个同桌她 还是认得 飞飞坐在对面 秦少 昨天晚上 我给你说的那件事 你想得怎么样了 罗飞飞陪着笑脸 恭敬地说道 秦奥天 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的酒吧 和美人醉生梦死 早就把飞飞提的事 忘到了脑后 秦奥天 微微一愣 飞飞 什么事啊 我忘记了 你再给我说一遍吧 秦少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昨天晚上 我给你微信说过 关于施施贷款的事 罗飞飞陪着笑脸 提醒道 哦 原来是那件事啊 我想起来了 秦奥天一拍脑门 恍然大悟道 对了 李施施今天来了吗 秦奥天环顾四周 没有看到李施施的身影 秦奥天之所以答应 飞飞帮李施施 是因为李施施是曾经的斑花 是她追求的对象 因为种种原因 而没有机会得到手 现如今 她主动投怀 岂肯放手 来了 来了 她就在那里 罗飞飞说着 手指一施施 笑着说道 秦奥天顺着她的手势看过去 看到美丽动人的施施 坐在那里 浑身上下 透露着一股高贵的气质 不由地舔舔舌头 我们的斑花 是越来越漂亮了 飞飞 我同意她的贷款了 你快把她请到这边 我要和她 谈一下贷款的事情 罗飞飞闻言 微微一愣 没想到秦奥天这么痛快 好 好 我马上让她过来 罗飞飞说完 急急地跳起身子 把李施施 叫到了秦奥天面前 秦奥天盯着李施施 看了好大一会 目光不善 不过 李施施只能忍受着 施施 你可是我们斑的斑花呀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别站着了 快坐吧 秦奥天被施施美色吸引 把怀里的美妹推到一边 指着身旁的一个位子 让施施坐在上面 施施缓缓坐在位子上 陪着笑脸道 秦少 我们几年没见 你越来越潇洒英俊了 施施啊 别秦少秦少的 多见外 喊我奥天就行 对了 我老同桌说 你的厂子资金出了点问题 要贷一千万 秦 不 奥天 是这样的 我现在经营着一个小服装厂 想扩大规模 所以就想贷点款 听飞飞说 你是做网贷的 所以就 施施十分客气地说道 秦奥天掉锅当地坐在椅子上 目光紧紧盯着施施的关键部位 班校啊 不要这么客气 不就是一千万吗 我带给你一千五百万 明天中午到账 年息百分之四十 你看够用吗 李施施文言 微微一愣 当他听到愿意带给自己一千五百万时 心里特别的高兴 但是 当他听到年息为百分之四十时 心头不由一紧 如果按这个年息算下来 待一年的话 要还好几百万的利息 利息太高了 网贷的利息本身就高 否则 也不会有那么大学生 因此而一步步坠入深渊 秦奥天靠网贷玩过很多大学生 大多数都是白玩的 秦少 这个利息 能不能 李施施吞吞吐吐地说道 秦奥天做的 就是暴力网贷 在他看来 百分之四十 已经算是很低了 而李施施却还要讨价还价 真是不知好歹 李大班花 说实话 年息百分之四十真不多 如果不是看在老同桌的面子上 我不可能给你这么低的年息 秦奥天盯着李施施 霸气地说道 李施施神色有些慌乱 这么高的利息 自己真不能带 万一有个闪失 后果是很严重的 秦少 要不 我先考虑一下 李施施陪着笑脸说道 这样吧 你如果嫌年息高 我给你年息百分之二十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秦奥天压低声音说道 李施施觉得 年息百分之二十 还可以接受 便问道 什么条件 陪我一年 如何 秦奥天色迷迷地叮他 你 李施施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秦奥天连这种下流的话 都能说出来 我不借了 李施施有些生气 站起身子 就要离开 罗飞飞连忙拉住李施施 小声劝道 施施 你也不小了 那可是一千五百万啊 就算陪秦奥天一年 又如何呢 不就是双腿一张一合的是吗 再说了 他又不是外人 俗话说得好 肥水不流外田 李施施闻言 呆呆地盯着飞飞 没想到罗飞飞 竟然是这种想法 施施 好好想想吧 就你那个破场子 谁肯带给你这么多钱呢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一定要把握这一次机会啊 罗飞飞好言劝着施施 李施施觉得飞飞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自己去银行 多次被拒 受到过很多次白眼 没有关系 谁会愿意借这么多钱的施施 你也是经常应酬的人 俗话说 实时务者为俊杰 这一千五百万 可不少啊 秦奥天用金钱玩过很多美女 怀里那个美妹 就是刚用金钱砸开双腿 她就不相信 李施施不吃这一套 李施施左右为难 一时没了主意 秦奥天见施施犹豫不决 便突然伸出大手 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坐在她的大腿上 施施 我又不是别人 只要你听我的话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李施施不是下贱的女人 就算给再多的钱 她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身体 李施施恍然大悟 突然猛地挣脱秦奥天的怀抱 端起一杯红酒 泼到了秦奥天脸上 啪 红色的酒水 在秦奥天脸上 缓缓流了下来 秦奥天伸手 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 往地上一甩 扭头瞪了湿湿一眼 臭婊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用红酒泼我 秦奥天身边围了一大群 狐朋狗友 早就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 怎么会受得下湿湿的气 当即就站了起来 一巴掌抽在诗诗的脸颊上 啪的一声 诗诗身子一歪 就跌倒了地上 李诗诗蹲坐在地上 捂着发烫的脸颊 瞪着秦奥天 大声赤道 秦奥天 你混蛋 李诗诗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以自已 长得有几分姿色 就以为我秦奥天看得起你 像你这样的女人 不知道玩过多少个 马上给我磕头道歉 否则 我让你变成丑八怪 秦奥天居高临下地 看着李诗诗 脸上挂着阴瑟瑟的笑容 就是 马上给秦少道歉 否则 一分也不带给你 那名美妹白了李诗诗一眼 娇声赤道 李诗诗 马上向秦少磕头认错 秦奥天身旁的一位小弟 立声吼道 坐在一侧的罗飞飞见状 吓了一大跳 连忙跑到秦奥天面前 笑着打圆场 秦少 都是同学 别伤了和气 我看还是算了吧 罗飞飞想把这件事摆平 秦奥天扭头瞪了他一眼 冷声道 算了 他算什么东西 是来求我贷款的 竟然拿水泼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 我早就 把他打成猪头了 马上给我磕头道歉 否则 就没完 罗飞飞知道罗奥天的性格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便俯身 好言劝道 诗诗 要不 就给秦少道个歉吧 李诗诗白了罗飞飞一眼 没想到 他也这么没有骨气 你先轻薄我再先 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 李诗诗咽不下这口气 我靠 李诗诗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秦奥天指着李诗诗 大声吼道 此时 四周围满了同学 他们都知道 秦奥天是个嚣张的主 谁也不敢上前劝说 他父亲是江都市银行行长 就这一点 他们都不敢 开口得罪秦奥天 见李诗诗不服气 便一把将罗飞飞推到一边 啪的一声 又朝他脸上打了一巴掌 左脸红肿起来 像肉包子一样 十分吓人 几乎要毁容了 李诗诗痛吼一声 捂着脸歪倒在地上 罗飞飞和李诗诗姐妹一场 也不想看着他受气 便鼓起勇气说 秦少 你给我点面子 这件事 秦奥天平时嚣张惯了 哪里听得进去罗飞飞的话 一巴掌把他扇倒地上 挥动手臂 再次冲过去 要抽李诗诗的脸 其他同学也很想上前劝说 但是 又不敢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奥天行凶 见货 敢惹秦少 真是不知死活 坐旁边的美妹 举起一杯红酒 喝了一口 骂道 李诗诗 别再这样了 快点给奥天赔礼道歉吧 身边的小跟班劝说道 啪的一声脆响 秦奥天又打了李诗诗一巴掌 另一边脸颊也肿了起来 美人一下子变成了肉包子 李诗诗本以为秦奥天是自己同学 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 没想到他全然不顾同学之情 打了自己好几巴掌 有些后悔刚才的举动 助手 一声断贺 从门口传来 无数双目光投向了门口 只见叶峰走了进来 因为诗诗 参加同学会比较少 大多人都不认识叶峰 叶峰急不来到李诗诗面前 看到他肿胀的脸颊 十分心疼 抚下身子 当着众人的面 把他扶起来 坐在桌前 诗诗 疼吗 李诗诗见叶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就像黑暗中 见到了一抹光明 不疼 我没事 李诗诗连连摇头 围观的众人盯着叶峰 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是谁啊 这就是李诗诗那个废物老公吧 没错 他就是李诗诗的废物上门女婿叶峰 李诗诗被秦奥天打了 他只是一个窝囊废 肯定不敢动手 只会忍气吞声 大厅里像炸开了锅 众人议论纷纷 秦奥天瞟了叶峰一眼 并不认识他 冷声道 你是谁 这里没你的事 马上滚蛋 叶峰让李诗诗坐在椅子上 先休息片刻 便转身 看向了秦奥天 双手一轮 一巴掌把秦奥天抽翻在地上 秦奥天心中大惊 挣扎着想站起来 啪的一声 脸上又被抽了一巴掌 你 你 谁啊 好大的胆子 竟然打我 知道我是谁吗 秦奥天抹了把嘴角的鲜血 瞪着叶峰 大声吼道 啪啪啪 叶峰一句话也没有说 大手上下翻飞 在秦奥天脸上抽了几十巴掌 当即就被抽成了猪头 被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了 围观的众人 都是一脸的震惊 在他们的印象里 叶峰是个窝囊肺 软淡 怎么可能会对秦奥天动手呢 而且 出手这么狠辣 我让你打我妻子 我让你打我妻子 叶峰俯着身子 双手拼命地抽打着 根本没有要停下来 秦奥天快要被打晕了 李诗诗见叶峰下手这么重 怕闹了人命 便冲过去 拦住叶峰 不要再打了 再打就出人命了 李诗诗紧紧抱住叶峰 叶峰才停下手 几名小跟班马上冲过去 把秦奥天扶起来 那名美妹在他脸上吹着香气 秦少 你没事吧 这个混蛋 竟然打我 他真是不想活了 秦奥天被一大群人围着 定了定神 瞪了叶峰一眼 大声吼道 秦少 据我所知 这个混蛋是李诗诗的丈夫 就是那个废物上门女婿 有一名跟班报告着 秦奥天喘了几口气 睁大眼睛 瞪了叶峰一眼 大声骂道 什么 我被这个废物上门女婿打了 一个废物 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他不想活了吗 秦奥天听手下说 是那废物打了自己 气就不打一出来 自己可是堂堂秦少爷 而他只是一个窝囊废 如果今天这个面子找不回来 那以后就没法在江都市混了 你知道秦少是谁吗 就敢动手打他 有一名胆大的跟班 为了在秦奥天面前表现 便壮着胆子 大声骂道 叶峰正开礼师师 急身过去 一巴掌抽在对方脸上 顿时就多了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那名跟班身子一歪 就带翻了好几张椅子 众人健壮 吓得都浸若寒蝉 连大气都不敢出 你 你 你好大的胆子 我是红运网贷公司的CEO 我爸是江都市江都银行行长 敢打我 你今天算是完了 秦奥天把自己的身份背景搬出来 想吓吓叶峰 我不管你是谁 敢动我妻子 我就照打无误 叶峰站在秦奥天面前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气 秦奥天看到充满力气的叶峰 心里不由一记 好犀利的眼神 大家都说 李诗诗有一个废物丈夫 难道这是废物吗 秦奥天文言 见叶峰完全无视自已 心中更加气愤 手指着他吼道 你 你 你这个混蛋 好 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酒店 秦奥天平时出行 都会带一些保镖 今天高兴 身边没有带保镖 不过 刘云酒店的老板 是他父亲的雇友 只要让他出面 教训一下叶峰 他就知道 自已的厉害了 小子 你等着 秦奥天说完 便掏出手机 欲打电话 李诗诗知道 秦奥天心狠手辣 便劝道 叶峰 我们还是快点 离开这里吧 李诗诗觉得 只有离开这里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一会如果叫来了帮手 就走不了了 罗飞飞凑到李诗诗面前 诗诗 你还是让叶峰 向秦奥天道歉吧 他一旦发起怒来 后果是很严重的 他不顾同学之情 出手打我 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我早知他变成这个样子 是绝对不会向他贷款的 李诗诗紧紧搂着叶峰的胳膊 秦奥天打完电话 片刻功夫 就见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一身名牌西装 身后带着八名保镖冲了进来 来到秦奥天面前 见他被打成了猪头 秦少 是谁这么大胆 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赵叔 是这个混蛋打的 快替我教训他一顿 秦奥天手指着叶峰 怒气冲冲地说道 赵长春文言 转身看向了叶峰 吏声道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我的流云酒店 打了秦少爷 识相的就快点下跪道歉 再次断双腿 我就放你一马 李诗诗已经把事情的经过 给叶峰讲了一遍 叶峰看了赵长春一眼说道 是秦奥天打我妻子在先 要道歉的是他才对 你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也是非不分啊 嘿嘿 小子 没看出来 你还挺狂 一会就不狂了 给我上 赵长春大手一挥 身后八名保镖 犹如猛虎一般 朝叶峰冲了过去 叶峰把李诗诗推开 飞身冲了过去 一拳砸在一名保镖的脑袋上 血仙横流 当即那名保镖倒在地上 又踢出一脚 断掉了一名保镖的大腿 惨叫一声 就瘫倒地上 叶峰左踢右踹 片刻间 八名保镖就躺在地上 失去了战斗力 众人健壮 吓得目瞪口呆 不由地后退了几步 一个废物上门女婿 竟然有如此战力 她是始料不及的 就连赵长春 秦奥天都是一脸的惊讶 你妈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是一位高手 我在江都市混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 有这样的后起之秀啊 赵长春看着倒在地上的保镖 吓得身体颤抖了几下 感叹道 好好的同学会 一下子被搅乱了 叶峰解决几名保镖后 瞄了赵长春一眼 你作为酒店的负责人 不但是非不分 还助纣为虐 真是欠仇 叶峰说完 一个闪身冲过去 啪啪啪 在赵长春脸上 一连抽了几十巴掌 片刻间 他就变成了猪头 最后又踢了一脚 赵长春就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桌子上 砸翻了好几瓶红酒 和一些餐具 众人再次震惊 都连连后退 叶峰来到秦奥天面前 冷声问道 你刚才出手打了我妻子 马上自断一只胳膊 跪下向我妻子道歉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秦奥天吓得后退了几步 你 你以为自己能打 我就怕你吗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没有身份背景 你再能打 有个屁用啊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只要李诗诗低下头 向我道个歉 我就不追究这件事了 以后他还是我的同学 否则 你今天走不出流云大酒店 你刚才打了我的妻子 挤巴掌叶峰 看着鼻青脸肿的秦奥天 问道 没打死他 算是好的 秦奥天瞪着叶峰 大声吼道 他已经打电话 通知了自己的父亲 马上就会带领 二十名保镖前来助战 到时候 有叶峰好看 是吗 叶峰见秦奥天如此嚣张 自己如果不打掉他的气焰 他是不会服软的 你用手把我妻子 打得那么严重 那我就把你的手废掉 让你再也不敢动手 打我妻子 废物 别以为会两下子 就不知天高地厚 我爸爸马上就到 今天不废掉你 我就不姓秦 秦奥天心想着 你秦马上就来了 胆子便又壮了起来 叶峰闻言 身形一闪 就冲到了秦奥天面前 大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腕 轻轻一拧 咔嚓一声脆响 骨头就被折断 啊 你这个混蛋 竟然拧断我的手腕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秦奥天瞪了叶峰一眼 痛吼一声 大声吼道 看来 你还是没有学乖啊 叶峰大手轻轻一松 秦奥天的身体就跌在地上 叶峰抬起大脚掌 欲踩另一只手掌 李施施突然冲过来 抱住叶峰 叶峰 够了 不要再打了 再打 真会出人命的 事情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了 如果他真把秦奥天弄死 他们会坐牢的 叶峰收脚 看了李施施一眼 施施 我们还没有离婚 我们就是合法的夫妻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你快让开 他的手把你的脸打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放过他呢 助手 此时 一个六旬老人 一身黑色西装 身后跟着二十名黑衣保镖 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 老人不是别人 正是秦奥天的父亲秦怀和 他见儿子瘫倒在地上 脸色苍白 十分难看 捂着手腕 知道他受了伤 便俯身问道 天儿 你没事吧 爸 我被这个废物上门女婿打了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看 我的手腕被他打断了 秦奥天见父亲来了 胆子又壮了起来 让父亲看了一眼受伤的手腕 秦怀和只有一个儿子 从小宠爱有家 岂能让儿子受这样的气 他马上吩咐两名保镖 先把秦奥天扶起来 坐在椅子上休息 秦怀和站起身来 看到地上的一些保镖 又看了叶峰一眼 知道面前这个男子不简单 能打伤这么多人 绝非泛泛之辈 你是何人 为什么要把我儿子打成重伤 随意打人 是犯法的 你就不怕蹲监狱吗 赵怀和盯着叶峰 质问道 你儿子出手 先打了我妻子 我出手教训他 你说我做的对与不对 叶峰直视着赵怀和 冷冷地说道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你把我儿子打成重伤 你总得给个交代吧 这样吧 你爆出自己的身份家族 我要和你的父母商量这件事 赵怀和猜想 叶峰可能是某个家族的公子 否则 借给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在这里闹示 我是李家的上门女婿 无名 无身份背景 你想怎么解决 给我商量即可 叶峰盯着赵怀和 脱口而出 赵怀和那样问 就是想了解叶峰的身份背景 如果真的得罪了背景强大的人物 只能认灾 倘若对方身份低微 那自己一定会为儿子 出了这口恶气的 他作为江都市江 都银行行长 这点社会规则 还是很清楚的 爸 他只是 李家的废物上门女婿 无名无背景 连自己的生活费 都是他妻子给的 你别啰嗦了 快点动手 把他打残废吧 秦傲天斜斜一笑 手指着叶峰 大声吼道 哦 一个上门女婿 也敢成大王了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秦怀和音音一笑 来啊 上去 先打断他一条腿 给少爷出出气再说 叶峰健壮 苦笑了一下 我以为你是个明辨是非的人 没想到 也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嘿嘿 小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没身份 没背景 你不配 我给你讲道理 秦怀和音音一笑 你是江都市江都银行的行长是吧 叶峰听赵天刚说过 江都市银行属于天龙集团 那张黑金卡可以调动天雄集团所有资源 也就是说可以命令赵怀和 赵怀和文言 微微一愣 见叶峰画风一转 知道他可能是怕自已了 便挺起胸膛道 没错 老夫正是 既然这样 那事情就好办了 叶峰淡淡一笑 便掏出那张黑金银行卡 你可认的这张银行卡 赵怀和文言 微微一愣 上前一步 见是江都市银行的黑金卡 见卡如见董事长 不过 这种卡江都市银行只发行过两张 一张在天龙集团赵天赐手中 另一张在其女儿手中 不可能有第三张卡 哈哈 小子 你心眼还挺多 弄一张假卡 来蒙老夫 赵怀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围观的同学三五成群地躲在一边 默默地看着局势的变化 大家都很痛恨秦奥天 因为嚣张跋扈 同学们也经常受他的气 叶峰教训了秦奥天 他们都暗暗叫好 同时也很担心叶峰 毕竟叶峰无身份背景 和秦家作对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传闻李诗诗的丈夫是个废物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高 一脸打伤这么多人 看来这个传言不实啊 以我看就算再能打 也不是秦家父子的对手 秦怀和可是江都市江都银行行长 随便花几百万 就能让叶峰把小命丢了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瞧瞧 这是货真价时的江都市银行的黑金卡 叶峰拿着卡朝前伸一下 哼 小子 不要再耍花招了 黑金卡只有董事长和小姐有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蒙老夫 真是自不量力 赵怀和瞪了叶峰一眼 大声嗤到你要是害怕了 那就跪下来 断掉自己的双腿 我放你一马 叶峰也没有想到 这个赵怀和和他儿子一样 愚昧无知 哎 真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啊 小子 今天你死定了 给我上 赵怀和一声令下 身后十几名保镖如下山猛虎般 朝叶峰冲了过去 这些人把叶峰围在当中 想好好教训叶峰一顿 助手 一声断贺从门口传来 只见有一位老人穿着名贵的西装 身后跟着九名黑衣保镖大踏步走了过来 来人正是赵天赐 他在流云大酒店三楼订了上等的包间 宴请叶峰 一直没有等到人 便找人询问 得知他走错了包房 一路寻了过来 见一大群人围住了叶峰 心里很是不悦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马上放开叶神医 赵天赐有保镖簇拥着 来到那群保镖面前 大声吼道 那些保镖文言 微微一愣 扭头看向了赵怀和 赵怀和定睛一瞧 见赵天赐降临 吓了一大跳 连忙挥手示意 让他们退下 保镖退道到一边 赵天赐拉住叶峰的手 恭恭敬敬地说 叶神医 让你受惊了 他们没伤着你吧 叶峰冲着赵天赐 微微一笑 赵总 我很好 赵怀和见赵天赐和叶峰 关系密切 心下一惊 一溜小跑 来到面前 低着头 毕恭毕敬地说 赵总 你怎么来了 赵天赐扭头一看 见赵怀和站在面前 环顾四周见地上 躺着一些受伤的保镖 四周乱作一团 知道这里发生过打斗 此时 酒店老板赵长春 在一边休息了一会 见赵天赐驾到 连忙跑过来 赵总 你亲临大酒店 有失远迎 还望见谅 天龙集团和刘云酒店 是合作关系 接见重要客人 都会选在这里 年会也会在这里举行 刘云酒店 得到过天龙很多好处 所以 老板对赵总 十分恭敬 赵天赐冲着他 点了点头说道 赵长春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些人 怎么把夜神衣围住 想做什么 赵长春文言 微微一愣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赵天赐称 叶峰为神医 看样子 他们关系不一般 吞吞吐吐地说 这 这 赵长春出了一头冷汗 生怕说错什么 而让赵天赐生气 站在一边的秦淮 和见赵长春结巴 说不话来 便插话道 赵总 事情是这样的 我儿子 秦奥天在这里 和同学聚会 这个废物冲过来 就把我儿子打了 他手指着秦奥天肿胀的脸 你看看 打得连我都快认不出他了 赵天赐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 见秦奥天脸上 确实挂了彩 便把目光落在叶峰脸上 客客气气地问 叶神医 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啊 叶峰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 给赵天赐讲了一遍 赵天赐越听越气愤 尤其听到拿出黑金卡 秦淮和说是假卡时 他的脸变得更加难看 其实赵天赐对秦淮和的家事 也有些了解 知道他有一个飞扬跋扈的儿子 到处惹是生非 秦淮和你这个混蛋 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飞里叶神医的妻子 叶神医是我的贵客 亦是我的挚友 马上跪下给叶神医磕头道歉 赵天赐瞪着秦淮和 大声骂道 秦淮和闻言 心中大惊 身子不由一颤 没想到这个废物是赵天赐的贵客 得罪他就是招惹赵天赐 他是万万开罪不起的 秦淮和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赵天赐面前 连忙招呼秦淮天 天儿 快过来向赵总赔礼道歉 秦淮天心中一惊 定定地看着父亲 不悦道 父亲 我们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赵天赐瞪了秦淮和和秦淮天一眼 大声吼道 不是向我道歉 是向叶神医道歉 立刻 马上 赵天刚的语气十分强硬 让人不敢有半点反驳 秦淮和这才醒悟过来 一把拉过秦淮天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叶峰面前 叶先生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赵总的贵客 刚才多有得罪 请你高抬贵手 给我们一条生路 叶峰居高临下地 看着狡猾多端的秦淮和 冷声道 你不是想让我断掉双腿吗 怎么突然给我下跪了 你刚才的神气劲去哪里了 秦淮和知道事情比较严重 砰砰几声 脑袋磕头如捣蒜 额头很快就砸出一片血印 不敢 不敢 刚才只是玩笑话 你千万不要当真 你妻子不是想贷款吗 我让澳天马上着手去办理 利息全勉 围观的那些同学 看到这一幕后 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本以为今天叶峰要遭殃了 没想到事情 竟然有180度的大转变 这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 L 既然叶峰认识赵总 那今天秦淮和就算不死 也得脱层皮 赵总的贵客 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个秦淮天横行霸道 嚣张不可一世 这次碰上硬查了 有好戏看了 我之前在秦淮天那里 借了三万块 给我要了三万的利息 他作恶多端 受到这样报应 活该 秦淮天还没有认清形势 正正地看着父亲 问道 父亲 你是江都市江都银行行长 为什么要让我 跟这个废物下跪 他就算是赵总的朋友 你跟随赵总多年 难道还怕这个废物吗 闭嘴 秦淮和见 叶峰不肯原谅自己 正在焦头烂额 听到儿子不敬的话 一巴掌就抽了过去 啪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 秦淮天被抽翻在地 在地上滚了两圈 彩探坐在地上 秦淮天捂着发烫的脸颊 怒视道 爸 你为什么要打我 为了一个废物 竟然出手打我 秦淮和看着狼狈不堪的秦淮天 为了不让他再说话 冲过去 他啪就抽了他十几耳光 他这样做 是在救他 因为叶峰是赵天赐的贵客 他招惹不起 秦淮天捂着疼痛难耐的肉包子脸 瞪视着父亲 不敢再讲半句话 秦淮和连爬带滚 俯伏在叶峰面前 叶神医 我已经把傲天教训了一顿 希望你能消消气 秦淮和 算你 还有点自知之明 不过 你只是抽他几巴掌 就想把这件事了 你觉得可能吗 叶峰根本没有要放过他们的意思 站在一侧的赵天赐文言 知道两人让叶神医特别气愤 便冲着秦淮和吼道 秦淮和 你就算不知道叶神医是我的朋友 可是 当你看到黑金卡时 你难道不知道 见卡如见我本人吗 你还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赵总 我错了 我错了 求你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吧 求你了 秦淮和扭身 贵服在赵天赐面前 磕头如捣蒜一般 砰砰作响 赵天赐给身边一位保镖拾了一个眼色 那名保镖冲过去 就一连抽了秦淮和十几巴掌 片刻间 就和秦奥天的脸相同了 两人都变成了肉包子 从面容上 根本分不清他们是谁 即使是这样 秦淮和仍然不敢挪动身体 因为赵天赐掌控着他的命脉 只要叶峰能饶恕他 任由他处置便是 他知道 叶峰是由赵天赐撑腰 只要他离开了赵天赐 自己照样可以用一百种方法 置他于死地 秦淮和 我现在郑重宣布 你银行的职务被罢免了 从这一刻起 你不再是江都市银行行长 你的位子将由副行长顶替 从这一刻起 银行将切断和红运公司的所有合作 他带银行的五个亿 也将会马上收回 赵天赐居高临下地看着秦淮和 大声宣布道 秦淮和像一条狗一样 冲到赵天赐面前 双手紧紧搂住双腿 祈求道 不 不 不要 赵总 你不能开除我 也不能切断红运公司的合作 那是我几十年 才经营起来的心血啊 秦淮和作为江都市银行行长 借着职务之变 挪用大量资金 注入红运网贷公司 助儿子发展公司 只要银行 把资金抽走 红运公司将会瞬间崩塌 秦淮和帮儿子 把红运做起来 一是为了儿子 二 也是为了给自己 留一条后路 没想到 现在一切都化为乌有了 他不甘心 不 不 赵总 求你了 你想怎么折磨我都行 求你高台贵手 千万不要切断 银行和红运的合作呀 秦淮和紧紧搂着双腿 像一条狗一样 祈求着 赵天赐一脚把他踢开 大声嗤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夜神医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 你敢招惹她 就是和我作对 秦淮和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双眼发直 呆呆地看地面 一切都完了 围观的众人都震惊地 看着面前的一幕 面前的局势 太有戏剧性了 站在一边的李诗诗 早就惊呆了 她就算是想破脑袋 也没有想到 秦淮和父子会受到惩罚 罗飞飞也看傻眼了 叶峰不是一个废物上门女婿吗 为什么会是赵天赐的贵客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私自挪用公款 资助红运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其实 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念在你是集团 元老的面子上 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如今你无法无天 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开除你算是便宜的 赵天赐居高临下地看着秦淮和 大声说道 站在一侧的赵长春 浑身都在颤抖 不住地抹额上的冷汗 高高在上的江都市银行行长 赵天赐几句话就罢免了 自己刚才帮助过秦淮和 赵天赐不会对自己下手吧 你们这群废物 赶紧给我滚起来 把秦淮和父子给我扔出酒店 从此往后 不准二人再踏入流云大酒店半步 赵长春这样做 也是为了保全自己 被叶峰打倒的那些保镖 都强撑着爬了起来 朝秦淮和父子围了过去 赵总 刚才我是听信了秦淮和的谗言 才助成大错的 请赵总给我一条生路 赵长春低着头 恭恭敬敬地说道 原不原谅你 我说的不算 你去求叶神医吧 赵天赐白了赵长春一眼 狠狠说道 赵长春点了点头 便来到叶峰面前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叶神医 刚才是个误会 我真的不是故意和你作对的 请你给赵某一条生路 从今往后 我们流云大酒店 天天为你免费开放 叶峰主要针对的是秦家父子 并未把赵长春放在心上 其实 这件事与你无关 只要你命人 把秦奥天的双手打断 我就原谅你 秦奥天的双手摸过李诗诗的身体 他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如果就这样放过他 以后 他肯定还会找自己麻烦 人不狠 站不稳 如果对敌人过于仁慈 到最后 受伤的只能是自已 赵长春闻言 心中一惊 为了保全自已 只能讨好叶峰和赵天赐 你去把秦奥天的双手废掉 赵长春指着一名保镖 下达了命令 那名保镖二话不说 抄起一根软棍 就朝秦奥天走过去 没有半点含糊 挥动软棍 咔嚓 咔嚓 两声脆响 秦奥天的胳膊就被打断了 啊 啊 赵长春 你这个两面三刀的东西 我一定会不放过你的 秦奥天胳膊断掉后 就瘫坐在地上 双臂鲜血横流 秦怀和一脸痛苦地走过去 颤抖着双手 不敢触碰儿子的手臂 天 是父亲没用 让你受苦了 秦奥天的那些小跟班 早就吓得魂不附体 躲在一边 连大气都不敢出 那名美妹 更是直接钻进了桌子下面 平住呼吸 定定地 看着桌子外面的一切 围观的同学们 也都站在原地 不敢动弹几名保镖 很快把秦怀和和秦奥天 抬着丢出酒店大门 同学们重新认识了 李诗诗的丈夫 等秦怀和父子离开后 纷纷来到李诗诗面前 竖起大拇指 诗诗 真没想到 你有这么厉害的丈夫 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们认识啊 是啊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废物上 有一名同学话说到一半 又咽了下去 生怕招惹了叶峰 秦奥天仗着父亲的势力 没少欺负我们 我家里盖房时 向他借了六万块 利息高得吓人 竟然让我连本代息 还了十五万 这比高利贷还高啊 今天叶峰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真是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啊 李诗诗看着同学们纷纷 投来羡慕的眼光 陪着笑脸 不知该如何向他们解释 他不清楚 叶峰是如何认识赵天赐的 但是 能让赵天赐如此器重的人 绝非一般人物 难道他又用像术 把赵天赐忽悠了 李诗诗仍然在怀疑叶峰的能力 站在一侧的罗飞飞 看着同学们都在向李诗诗示好 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次是他介绍李诗诗 向秦奥天借待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他无法预料到的 大多数同学都向李诗诗示好 追随秦奥天的那几名小跟班 已经无脸面对他 灰溜溜地离开了 赵长春是名商人 眼光也很锐利 见众人都向李诗诗示好 便来到他面前陪笑道 李小姐 你们尽情在这里享受美食 今天的所有的费用 全部算在我头上 这 赵老板 你太客气了 还是由我们自己买单吧 李诗诗淡淡一笑道 既然 赵老板已经请大家吃饭了 你们就不要再客气了 你们想吃什么 随便点就是了 赵天赐凑到李诗诗面前 笑着说道 赵总 万岁 赵总万岁 这些同学们借着李诗诗的光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耀 大声欢呼起来 其实 李诗诗心里清楚 这都是叶峰的面子 他越来越看不透叶峰了 他到底用什么方法 把赵天赐 把赵天赐蛊惑住的 李诗诗和一些同学在这里继续聚会 赵天赐却把叶峰请到了流云大酒店最豪华的包厢里 叶峰出门时 和李诗诗诗打了招呼 让他回家不用管自己 因为他已经被张翠芬赶出家门 也不想再回去了 至尊包厢是流云大酒店最豪华的包厢 里面空间很大 一张硕大的圆桌摆在中央 顶部是一盏水晶大灯 包厢亮如白昼 赵天赐一路客客气气 拉着叶峰的手 把他请进包厢 赵长春和几名保镖 恭敬地紧随其后 不敢多说半句话 赵天赐拉开主位的椅子 热情地说 叶神医 你请坐 叶峰见赵天赐对自己如此敬重 觉得很不好意思 便礼让了一下 赵总 还是你先请吧 哎 叶神医 你千万不要客气 你救了我的女儿 又治好了她的腿 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还是你先坐吧 赵天赐说着说着 就把叶峰推在了位子上 叶峰没办法 也不想搏了赵天赐的面子 便点了点头 坐了下来 赵长春连忙恭恭敬敬地请赵天赐 挨着叶峰坐了下来 恭着腰 客气地说 赵总 现在上菜吗 赵天赐没有说话 而是向她做了个首饰 眨眼尖 就有十几名漂亮的服务员上了几十道美味佳肴 有澳洲大龙虾 俄罗斯海参 燕窝 鱼翅 黄金鱼子酱 八二年拉菲 罗曼尼康地 这一桌下来 都是世界最名贵菜肴 叶峰虽然没有品尝过这么好的菜肴 但是 对这些菜品 还是有些了解的 赵天赐如此盛情款待自己 可见 他对自己是多么的尊重 几名保镖和服务员离开包厢后 只剩下他们三人 赵长春拿起一瓶红酒 立在叶峰一侧 恭恭敬敬地说 叶先生 刚才我多有得罪 这是我珍藏很多年的一瓶好酒 特意请叶先生品尝 赵长春身价数十亿 尝过世界上各种名菜 可唯独喜欢收藏红酒 手中的红酒 就是称为红酒之王的罗曼尼康地 这瓶酒是90年的 价值100万元 即便是身价千万富翁 虽然买得起100万的红酒 也未必舍得打开品尝 叶峰看了那瓶红酒一眼 认出是康地酒 知道很名贵 却不知价值100万 好家伙 赵长春 你太不够意思了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让我喝过这么好的酒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是90年的康地吧 价值100万元啊 赵天赐嗨嗨一笑说道 叶峰文言 微微一愣 没想到这瓶酒这么昂贵 赵总 这瓶酒我珍藏多年 一直没有舍得喝 今天是特意孝敬你 和叶先生的 赵长春一边笑着 一边就打开了酒瓶 酒瓶刚刚打开 就有一股一箱飘散出来 让人心持神醉 等酒醒好后 赵长春先倒了两杯 递到赵天赐和叶峰手里 自己又倒了一杯 叶先生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我敬你一杯 赵长春举着红伞 站在叶峰旁边 不敢落座 一仰头 便喝了下去 叶峰见他对自己如此厚待 也一仰头 把一杯酒喝得干干净净 赵天赐也跟着喝了一杯 好酒 叶峰赞叹道 赵长春见叶峰如此称赞 脸上露出了心悦的笑容 借口有事 就先告辞了 叶神医 快吃菜 赵天赐并没有先动筷子 而是先礼让叶峰 赵总 你别这么客气 你也吃菜吧 叶峰受宠若惊地说道 赵天赐也不是傻子 他如此对待叶峰 一来是感谢他救女儿之恩 二来 是想请他给自己治病 下午时 赵天赐回到家中 派人调查了妻子张芳芳 得知他和公司一个总监有不正当关系 当即就把那个总监撤职 并教训了一顿 张芳芳也被赶出了家门赵天赐和叶峰对饮了几杯 脸色微红 有些许醉意 叶神医 你真是神医呀 我妻子真的背叛了我 在外面养了一个小白脸 我这张老脸都快被他丢尽了 叶峰举着酒杯 看着赵天赐说道 赵总 我说出你夫人的事是不是影响了你的生活 没有 没有 你说得太好了 如果不是你直言相告 我还不知道被他蒙到什么时候呢 我已经把他赶出家门了 赵天赐挥了挥手说道 赵天赐突然站起身子 弯着腰 恭恭敬敬地说 叶神医 那个臭女人让我吃了激素药 造成我不可逆的后果 恳请你为我治疗 叶峰早就猜到他单独请自己吃饭的用意了 叶峰连忙站起身子 把赵天赐扶到椅子上 赵总 请放心 我既然能看出你这个病 也能治好你这个病 我这就给你开一个古代皇上用的宫廷预方 只要吃十天 就能让你恢复到三十岁的活力 赵天赐知道 叶峰不会让自己失望 叶神医 太感谢了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赵天赐的兄弟 有什么困难 你只要一句话 我必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赵总 你严重了 治疗你这个病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叶峰说着 就举起酒杯 和赵天赐同饮了一杯 酒过数旬 两人已经把那瓶酒干光 叶峰拿出一张白纸 在上面写一个清朝康熙用过的宫廷秘方 赵总 你收好这个方子 一天喝一次 连服十日 叶峰把写好的方子 交到赵天赐手中 醉熏熏的赵天赐接过药方 看了一眼 喜出望外 小心放入口袋 多谢 赵天赐拿到药方后 马上掏出一张一千万的纸票 递到叶峰手里 叶老弟 你妻子不是想贷款吗 这是一千万 你会拿给他吧 算是我对你妻子公司的投资 让他放心大胆地去干 就算把这一千万赔光了 我也不会让他还一分钱的 赵总 贷款的事 我自己可以解决 就不麻烦你了 叶峰现在已经身价两个亿多 如果想帮李诗诗 还是很容易的 叶老弟 千万不要推辞 我看得出来 你和弟妹肯定有些隔阂 你把这个给他 对你们的感情有帮助 赵天赐说着 就塞进了叶峰手里 赵天赐是诚心教他这个朋友 叶峰也不好再拒绝 只好收下了 酒店大门口 赵天赐和叶峰辞别 有几名保镖促拥着坐上汽车 消失在夜色中 叶峰打算打得回家时 猛地一转身 见诗诗正站在门口一侧 正盯着他 叶峰便走了过去 见他的脸肿劲已消去大半 便说道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回去 刚才玩得太嗨了 同学们也是刚刚离开 正在联系代价 李诗诗盯着叶峰 喃喃道 李诗诗今天高兴 和同学们喝了很多酒 罗飞飞已经打得回家了 她想找个代价送她回家 李诗诗盯着叶峰 看了好酒 叶峰 今天多谢你了 不用客气 小事一桩 叶峰淡淡道 对了 你是怎么认识赵天赐的 李诗诗看着叶峰 有些疑惑地说道 叶峰刚想告诉他 自己救了他女儿 才认识他的 可是 思量片刻 觉得诗诗肯定不会相信 便说道 那天赵总摔倒了 是我把他扶起来 所以 我们就认识了 李诗诗眼珠一转 觉得叶说的这个也很合理 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对了 你跟我回家吧 给妈道个歉 她会原谅你的 叶峰注视着李诗诗 愣了许久 说道 我没有错 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李诗诗见叶峰 仍然不愿低头认错 脸上有些不悦 叶峰 我知道母亲做得不对 但是她毕竟是我母亲 并且还是个病人 你就不能让着她一些吗 我离开李家 照样能生活 难道回去 要继续受你们的气吗 你们一家人为了罗飞飞 竟然不惜把我赶出家门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叶峰盯着李诗诗 质问道 今天晚上 叶峰立碗狂澜 打了秦怀和父子的脸 为李诗诗解了围 李诗诗本来对她有了一些好感 想请她回家 和自己和好 一起过日子 见她如此不知好歹 便生气道 罗飞飞是我最要好的闺蜜 你让她丢了工作 还打了她 我们帮她说话有错吗 如果你没有招惹她 我们会把你赶出家门吗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是她先让钱一文打我妹妹 我才出手的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而是要帮着她对付我 叶峰一想起这件事 心里就来气 李诗诗撩了一下秀发 扫尸了一眼街上的路灯 说道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对了 你到底回不回去 叶峰看了她一眼 并没有回话 而是掏出那张一千万的支票 递到李诗诗手里 给 这是给你的 李诗诗接到手里 微微一愣 看了一眼 惊讶地说 一千万 这是天龙集团赵天赐的支票 我刚才和赵天刚喝酒时 他知道你要扩大服装厂子规模 就拿出一千万投资你 希望你能把公司做大做强 叶峰看着李诗诗 喃喃道 李诗诗反复看了几遍支票 这是赵天赐私人的支票 惊讶地问道 这一千万 他要多少利息 是赵天赐看在我的面子上 注资你的公司的 无一分利息 而且 即便你把钱都赔了 他也不会找你讨要半分钱 叶峰盯着李诗诗 说道 李诗诗抬头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叶峰 即便是再好的关系 也不可能出手 就注资这么多钱 叶峰只是扶了他一下 自己的资金就解决了 这也太荒诞了吧 你答应了赵天赐什么条件 他才肯借钱给我 李诗诗盯着叶峰 一脸疑惑地说道 叶峰看着李诗诗 苦笑了一下 诗诗 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吗 我帮了赵总 他借给你钱 帮你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 他随便一出手就一千万 这有点太不靠谱了 这样吧 你让我见赵总一面 我想当面问他一下 否则 我是不会收的 李诗诗知道 赵天赐是江都市的集团大老板 自己拿了他的钱 万一他回头 再找自己麻烦 自己可承担不起 叶峰就知道李诗诗不会相信自己 便接过支票 将其撕成两半 李诗诗见状 吓了一大跳 迅速夺过支票 大声吼道 叶峰 你疯了吗 这可是一千万的支票啊 我只是想问一下赵总 看他有没有别的条件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诗诗几乎要气疯了 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叶峰会把一千万的支票撕掉 叶峰的行为 刷新了李诗诗对他的认知 我给你 你也不收 留着他做什么 叶峰冷冷地回了一句 李诗诗无力反驳 叶峰说得对 如果他能相信他一点点 收下支票 叶峰也不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事情 李诗诗看着手中一分为二的支票 心里如针扎般疼痛 只要再重新粘贴 还是可以用的 他瞪了叶峰一眼 又惊又喜 便把支票放进了口袋里 忽然手机铃声响了 李诗诗回过神来 看了一眼手机 是父亲打来的电话 喂 爸 什么事 诗诗 不好了 你在哪里啊 快点回家 你妈妈的病又犯了 回来晚了 就见不到他了 李天明站在卫生间里 拿着手机 急急地说道 李诗诗一听母亲病重 便挂断电话 连忙伸手 拦了一辆出租车 钻了进去 叶峰听到电话的内容 微微一愣 本来是很讨厌张翠芬的 可是 如果张翠芬死掉 李诗诗会更加难过 说白了 自己还是爱上了李诗诗 不想让他受伤害 他也跟着李诗诗 钻进了汽车里 李诗诗坐进车里 见叶峰也坐了进来 只是愣了一下 便催促司机开车 一路上 两人没有说话 一路狂奔 来到单元楼下 湿湿的座驾 只能先停在酒店门口 等明天有时间 再去取回来 两人冲进屋门 进入父母的卧室 见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 脸色十分苍白 李天明正扶着他 朝地板上的垃圾桶内 吐了一口鲜血 李苗苗站立一侧 看着鲜血 一脸的惊慌失措 张翠芬吐出一口鲜血 重重咳了几声 便平躺在床上 眼睛瞟见叶峰和李诗诗来了 脸色更加难看 嗨嗨 诗诗 你怎么把这个废物带回来了 你是想让他看我狼狈的样子吗 都快要死了 张翠芬还在埋怨叶峰 原来 白天张翠芬听到翠宇打来电话 得知宋新强放弃追求诗诗 心里十分生气 才导致病情加重的 妈 叶峰知道你病犯了 他是特意来看探望你的 李诗诗扭头看了叶峰一眼 不想让母亲生气 便好言安慰道 张翠芬眼珠子翻了一下 轻渴几声 颤抖地手指着叶峰 让他走 让他走 我不想见到他 如果不是 他打扰了宋新强 新强也不会放弃追求诗诗 叶峰文言 并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地站在一边 妈 你不要再说话了 好好休息 我马上想办法救你 李诗诗看着母亲 知道他身体虚弱 不想让他费太多的体力 我这个病 只有中心医院 那位神医才能治好 你如果不想让我死的话 就快点 把那位神医请过来 张翠芬有气无力地看了李诗诗一眼 叶峰打开除魔童 检查了张翠芬的病情 这次比较危险 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危及生命 妈 我就是网上传的那位神医 只要让我给你治疗 你就能要到病除 叶峰朝前跨出一步 说道 可嗨嗨 张翠芬剧烈咳嗽了几声 你 你走 你要是神医 我早就好了 还用得着到现在吗 快走 我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被你气的 妈 你就让姐夫试试吧 他或许真的可以把你治好 李苗苗插话道 张翠芬瞪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话 而是双眼紧闭 开始养神 诗诗 田战是医生 他或许认识中心医院的院长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送你母亲一起去医院 不管花多少钱 我们也要把你母亲治好 李天明看着脸色惨白的张翠芬 心里痛苦极了 叶峰见他们不相信自己 也没有再说什么 李诗诗文言 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 马上就给田战打了电话 十分钟后 田战和张翠芬就赶了过来 两人走进卧室 了解了张翠芬的病情 心里也很难过 诗诗向他说明情况 田战愣了愣 便说道 诗诗姐 我们三院和中心医院 有过很多次合作 我也认识刘思道 你们别急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江都市所有的医院 都有些合作 经常举办学术交流活动 田战确实认识刘思道 李诗诗等人文言 脸上都露出了喜悦之色 此时 已是深夜十二点 田战马上给刘思道打电话 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 电话都没有打通 叶峰凑过去 看了拨打的手机号码 没有错误 的确是刘思道的手机号码 上午刘思道挣了一百万后 欣喜若狂 高兴了一整天 此时正和一个小户土 在酒店里开房 玩得不亦乐乎 刘思道正在兴透上 心里很恼怒 拿起手机看一眼 见是田战打来的 随手就挂断了电话 田战打了几次 对方都挂断电话 心里很烦闷 扫尸众人 说道 现在都这么晚了 刘院长可能已经睡了 众人文言 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一脸的失望 田战 你再想想办法 一定要联系到刘院长 只有他才能请到神医 李诗诗激动地 抓着田战的胳膊 焦急地说道 田战知道 自己和刘院长 也只是见面之交 关系没有那么深厚 一连打几个电话 都被回绝 如果再打 肯定会让对方很反感的 田战一脸的忧虑 也是左右为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 哎呀 这该如何是好啊 李天明紧锁眉头 长叹一口气道 小芬 都是我不好 我没能力为你治病 此时 张翠芬已经气息微弱 呆滞地看着李天明 喃喃道 没事呢 我这个病 反正都治不好 就不要再白忙活了 站在一边的叶峰 突然插话道 我之前在医院陪床的时候 也认识刘院长 我也可以联系他 众人文言 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向了他 眼神里满事不屑 姐夫 我和刘院长 一起参加过好几次学术交流会 给他打了五个电话 都没有打通电话 你又不是医生 给他打电话 我感觉更悬 田站看了叶峰一眼 沮丧地说道 田站是主任医师 都打不通刘院的电话 你只见过院长一面 就能联系到他吗 真是好笑 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到一边凉快去吧 李天明心急如焚 听了叶峰的话 心里十分恼怒 便赤道 可嗨嗨 走 滚 张翠芬用尽全身的力气 冲着叶峰吼道 当他知道 叶峰就是那位神医时 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叶峰文言 并没有和他们计较 而马上掏出手机 拨打了刘思道的电话 刘思道再次进攻时 听到手机响了 更加恼火 掏出手机就要关机 当他看到是叶峰打来时 猛地就从户土身上跌了下来 马上接通电话 叶神医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啊 我岳母病重 一会我们就到医院 你亲自接待一下 叶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刘思道不敢耽搁 穿上衣服 就赶到了医院 几人见叶峰打通了电话 并且还和刘院长通了话 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叶峰 别演了 你妈都快不行了 你还在这里演戏 有意思吗 你要是真打通了刘思道的电话 我就直播吃屎 李天明狠狠瞪了叶峰一眼 美好气地吼道 叶峰 我姐姐病危 你真的打通了刘院长的电话吗 张翠玉看着叶峰 一脸疑惑地说 叶峰见张翠芬的气色越来越不好 没有功夫陪他们在这里斗嘴 便说道 刘院长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还是先把妈送到医院 再说吧 众人将信将疑地看着叶峰 谁也没有急着动手叶峰 你没骗我们吧 李诗诗来到叶峰面前 狐疑地说道 叶峰知道他们不相信 便说道 妈在家里只能等死 还是先到医院再说吧 我是不是演戏 到了那里 你们就知道了 李苗苗凑到叶峰面前 坚定地说 姐夫 我相信你 田战也受过叶峰的帮助 也说道 姐夫 说得有道理 他肯定是联系上刘院长了 刘思道回到医院 就着急值班医生开了会 令十名医生在门口做好接待工作 等叶峰等人到后 迅速将张翠芬台上病床 几人火速运往急救时 当叶峰刚刚下车 刘思道就欠着身 恭敬地说 叶神医 我们已等候多时 其他人见状 都是一脸疑惑 刘思道 为什么对叶峰如此恭敬 张翠芬被孕至急救时 家人守候在门口 李天明本以为叶峰在演戏 当看到刘院长真的来接待时 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叶峰真的认识刘思道 这可不得了 如果叶峰真认识刘院长 那自己是不是要直播吃屎啊 李诗诗连凑到刘院长面前 把张翠芬的情况给他讲了一遍 恳求道 刘院长 麻烦尽快请神医 救我母亲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出 刘思道文言 不由皱起了眉头 郁闷地看了叶峰一眼 你丈夫就是那位神医 由他来治疗就可以了 刘思道也是一脸诧异 神医天天围在他们身边 他们都不用 为什么要让我请啊 众人文言 都惊骇地看着叶峰 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叶峰知道他 还是不相信自己 便把刘思道拉到一边 小声嘀咕几句 刘思道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刘思道来到李诗诗面前 郑重地说道 李女土 请放心 我马上去联系夜神医 救你母亲 你们在门口安心等候 那就有劳刘院长了 李诗诗看着刘院长 一脸诚恳地说道 刘院长说完 便走进了急救室 这下小芬有救了 坐在长椅上的李天宁 心里悬得巨石落了地 长叹一口气 爸 你不是说姐夫在演戏吗 看到没有 他真的认识刘院长 好像关系还很不错 你是不是要兑现承诺 直播吃屎啊 李苗苗见李天明冤枉了叶峰 便气呼呼地说道 你 混账 你个死丫头 在胡说 我把你的嘴给你缝住 他只打了电话 谁知道是不是打给刘院长的 李天明其实心里已经知道 是叶峰帮了忙 但是 碍于面子 又不愿意承认 所以只能强词夺理 姨父 刚才我真的没有打通刘院长的电话 是姐夫打通的 田站看了李天明一眼 为叶峰抱不平 李天明闻听此言 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 把头扭到一边 强压着心里的不悦 这次多亏了叶峰帮忙 才联系上那位夜神医的 李诗诗不糊涂 他看得清清楚楚 是叶峰的功劳 李诗诗转身 想感谢叶峰时 发现叶峰去了何方 安静地走廊 除了他们几人 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你们看见叶峰了吗 李诗诗扫尸大家 问道 众人也环顾四下 不见叶峰踪影 连连摇头 他是不是害怕掏医药费 吓跑了 李天明环视四周 美好气地说道 此时 叶峰已经换上了一身白大褂 戴了口罩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无视门口的几人 走进了急救室 张翠芬平躺在一张病床上 瞪着眼睛 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刘思道和两名户土站在一边 待叶峰走过来后 刘思道马上笑脸相迎 叶神医 这里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等你出手治疗了 叶峰冲了他点了点头 很好 按照叶峰的吩咐 刘思道和两名户土 退出急救室 中留叶峰和张翠芬两人 叶峰来到病床前 打亮了张翠芬一眼 便说道 我是叶神医 马上会给你治病 在治疗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配合我 千万不要发出半点声响 因为我用的是一套很神奇的按摩术 有时候可能会让人有些不适 只要你咬牙坚持一下 很快就会好的 张翠芬看着一身白衣的神医 感觉那双眼睛有些熟悉 便点到 叶神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